Geneer 老大 這裡是個 衝擊前線 貓棋 哥哥 的 貓棋 哥哥 這一個 下一個 對呀 沒錯 好 請 各位好 我是澤偉 我報告的專案是公有地的兩個現在還蠻熱弱 一個是公有地的行動 另一個是公有地的行匯 因為昨天 先講一下 我們今天在空總其實也是一個很大塊的國防部閒置的軍區 本來其實國發會也是要做高強度的開發 可是因為各種的社會價值觀有一些角力之後 現在有一些古蹟立堅的指定 或者大家對於新衝園區的一些想法 其實幾年前也有做一些比較廣泛的討論 這是當初一個workshop的影片 大家可以參考 不過我今天想要報告就是 在上禮拜有更多的公有地做為一個行匯工具的一些新聞 其實他們也是蠻協作的 還有做一些協作的紀錄 以至於最後才知道他們整個行匯的歷程是什麼 所以也是蠻有行動力的一個區域 好 那我開了一個頁面就是想要了解說 這樣的一個社群的這個行匯的社群他們是怎麼運作的機制 然後我們也可以做什麼 不過回到我們大概就是從民間如果想要做監督的話 當初是有做過台北市的公有地的一個網站 大家可以去參考一下可以查到哪邊有閒置的公有土地 那同時間台北市政府也有看到民間有做這樣的版本 所以他把同樣的模板套進他們自己的公有地度利用的開放資料的 包含建築物跟空地的一些土地資產資料 所以他們現在已經有了他們自己的版本 他們也感謝社群之前做過民間的一個網頁的模板 讓他們直接把資料匯到裡面 這是整個過程的一個寫作紀錄 大致上他們就是把目前台北市政府的地度利用的土地會有一個形狀 那如果是建築物的話是以門牌的經緯度來呈現 整個協助的歷程會大家可以參考說 我們有一個比較完整的紀錄 大概是從今年初一直到現在 不過裡面有幾個環節 例如說為什麼建築物不能呈現出輪廓 因為其實市政府裡面是有建築物輪廓外 外框的資料 反正裡面例如說整個空總它只有一個門牌 所以你用門牌去定位的時候 變成整個園區的建築物外框都被你指定進來 可是假設我今天只是想要講餐廳這個空間 那要怎麼樣進一步去辨識 就變得需要大家來協助 還有就是這些資料衍生的一些實際行動 跟一些行政業務的流程 要怎麼樣再做更有效率的結合 都會需要大家來提供一些想法 我們當然是希望這些共同土地做一些適合的運用 不管是社會住宅或是其他的定位 我們現在同步 其實國參署跟內政部還有台北市政府 各個不同的機關都陸陸續續把共同土地 共同資產做開放資料釋出 接下來就是我們會進一步去盤點 還有哪些局處哪些地方政府 有在做或者是督促它去把開放資料釋出 好 謝謝 謝謝哲偉